新竹县穹陵乡文山路大湾道 汽机车开得快 再加上路边停放车辆更是阻碍视线 让景陵的穹陵国小学生 上下学过马路都得胆战心惊 县议员郑玉云就办理线刊 要在大湾道划设50米长的红线区 并争取改善老旧地下道 商家林立 汽机车来往多的穹陵乡文山路 大湾道常被停车阻挡视线 不仅行人经过危险 驾驶更可能忽视当心儿童标志 忘记减速慢行 县议员郑玉云就接获成型 召集相关单位线刊 那焦履处这边呢有提出来说 未来是不是朝着那个学区宁静 宁静区的这个部分去进行 这宁静区就包括了这个 视线盲点的改善 是用红线还是未来的人形砖的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会有这个 速线下降的这个部分 就是从50下降成30 那用明显的标志标线呢 去提醒大家这里是学校附近的宁静区 然后让车辆呢 可以在经过这里的部分呢 特别注意到儿童学童行人的这个安全 要从台电开始在大湾道一侧画设50米长的红线区 少了停放车辆 行人与来车才能看得清楚 丛林谷小加上附设幼儿园 乡立幼儿园约800位师生 学校正门东侧门与邓宇贤公园为接送区 近30年前也盖设地下道 让学生能安全穿过文山路到文昌街46巷 但老旧盛水 阶梯失滑长青苔 采光罩与石板墙面都剥落 有安全疑虑使用率不高 在文山路这一段呢 特别是在警察局到学校这一段 我们会鼓励孩子绕过这一个所谓的 呃...视线的盲点 然后从老街这边通过 学校前面的地下道来上学 我们会建许相应手 全力配合来这个征集金费 来把这个遮宇棚来改善 相待将提案争取修缮 校方也要向教育部 征设宁禁区 限制车辆喇叭噪音并减速 还要化设通学廊道 给学生更安全的上下学环境 给学生更安全的上下车辆喇叭噪音并减速 给学生更安全的上下车辆喇叭噪音并减速